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成大人声 我是麦乐文,继续为大家主持 今天很高兴请到李玉玲老师跟我们谈一谈文学与声音的问题 玉玲老师目前是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和台大台文所和平教授 人文学科的同学们一定都会读过玉玲老师的著作 从比较文学、台湾文学、生态批评、厚殖民、华语语系、得乐知到电影和翻译研究 老师一直以来都站在人文研究的前沿,开拓我们的视野 老师这一次是要来打开我们的感官世界 从文学的声音来倾听台湾 玉玲老师您好 乐文您好,很高兴来到这边 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都会听到很多不同的各种不同的声音 比如说大自然的声响 老师的车声人声 还有不同口音的语言交谈 可以请教一下老师所讲的文学中的声音 具体来讲到底是指的是什么 然后就是老师为什么会有研究文学声音的想法呢 谢谢乐文 那个的确我们谈文学的时候 文学的确表现了各种不同的声音 包括大自然的声音 你刚刚提到的我们环境中的各种声音 包括鸟叫声,包括水声,风声这些 还有你刚刚讲的特别重要的 各个腔调的人声都有可能的 那但是当我们讲文学中的声音的时候呢 当然包括我刚刚提的文学 它再现了这些周遭的声音 各种不同的声音 但是我这边特别要提的就是说 文字本身作为媒介 它本身也有声音 那文字的声音跟这个 它要再现的外部的声音 环境之间的声音呢 它确实构成某种 特别有趣的一种特殊关系 那这样的一个关系呢 也特别让我们值得来注意 那特别你提到说 为什么我会有研究文学声音的想法 大概我想 这边有两个理由吧 一个理由是声音越来越重要 比如说我们现在录的Podcast 就是特别是在意声音的传达这样子 那事实上 我刚刚提到就是说文学 它同样作为一个媒介 那它本身也在传达这些声音 而且呢文字事实上是一个更古老 更传统的一个媒介 那我想回头来看看文学 到底怎么样记录这些声音 或者传达这些声音 我想这非常有趣的 也是我们值得进一步去探究的问题 谢谢老师 那我们可以从台湾文学作品中 听到怎样的独特的声音呢 比如说锁定在文学作品中的声音 其实我们可以打开哪一些 不同的另类的台湾文化想象呢 有没有一些文学作品 是想要特别的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呢 谢谢乐文 我刚刚讲文学作为一个在线的一个媒介 在台湾文学的作品当中 的确呈现各式各样的声音 但当我们这样谈的时候呢 我们是把文学作为一个载体 那它对于外界的声音是用在线的方式来谈的 那你讲台湾文学呢 我特别想要提出的就是那些所谓弱势的声音 特别在这个层面上呢 台湾文学的表现是非常杰出的 例如我随便举几个例子 比如在我们都熟知了在日治时期下 比如说赖和 比如说杨奎 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作家 他们在日本殖民的统治之下 他们描述这些被殖民者 就是台湾人在殖民的状态下面 他们的个人的生活 他们的情感 还有他们的身份 种族 以及在特定的一个历史 政治 时空下面 他们如何被剥削 他们如何被压迫 他们各种很艰难的一些处境 当然这个情况 这个所谓弱势的这个处境呢 同样也可以延伸到战后 比如说我们现在注意到的 白色恐怖统治下面的 各式各样的处境 当然也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相关的文学作品出现 我觉得这些都是弱势的声音 特别是台湾文学 它展现了这些所谓的弱势的声音 再现了这些声音 不管是从族群的阶级的等等 各个方面来讲 那另外我想大家也非常熟知的 就是在性别方面的一些文学作品 比如说我们想到的 比如说《鳄鱼手记》等等 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作品 这是在性别部分的 或者说像家庭里面的 比如说我们记得李洋的《沙夫》等等 那我想这些作品都是值得我们特别去看待 因为他们的确在线 或者是回应了这个社会 一个一些我称为弱势的这些声音 老师刚刚用的是在线这个概念 因为比如说我们从 媒介的物质性来看好了 那文学 当然文字其实它就有语音在里面 但是文学作品我们一般好像不会理解 它可以直接刻入一个声音在里面 因为它不是一个唱片也不是一个CD 所以它必然会经过一个转译成文字的过程 然后那文学的声音跟电影音乐 剧场里的声音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说从老师的观察而言 台湾文学作品通常它又会有哪一种 哪一些在线声音的不同的方式或模式 然后作家又会怎样呈现声音本身 这问题非常好啊 那我们刚刚例子谈下来就是说 文学它作为一个载体啊 就像其他各式各样 Podcast也好 或者广播也好 或者电影也好 它当然作为一个载体 它可以在线 我们刚用了这个词 就是说在线外在环境的声音 但是我们同时也提到文字本身 它同时是一个媒介 所以我们就要注意到这个媒介本身的物质性的问题 那这个是很明显的 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声音作为一个符号 它本身是具有声音 声符的 那我想你提到了这个广播啦 或者是电影啊等等啊 事实上我们好像把这样的一个媒介当作是透明的 好像就是说广播这些机器啊 或者这些 呃 事实上它事实上不太透明 比如说像你你你做电影的话 你这个现在这个数位化 其实你做音乐也好 数位化也好 配音也好等等 已经把这个声音 呃 做了很多层次的转化 当然它的转化的过程 跟文字的转化 当然是很不一样 那我在一开始的时候 也特别提到 就是说文字作为 我们一个最古老的媒介 或者是一个 记录这些声音 一个最古老的方式啊 它的所谓的本身 你提到的媒介性 或者是物质性 的确是很值得 我们呃 进一步去看它的啊 特别是汉字 本身更为有趣 以前我们常常觉得说 呃 汉字本身是异服的 它表达一些 一些好像是意识形态 或者是呃 形状了等等 我们基本上 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或者想法 但是事实上 也是显而易见的 就是说 这个汉字本身 它本身也是有声音的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提到 呃 更多的 就是说各种不同腔调 不过在这里 我们要谈的就是说 呃 它本身的声音 嗯 那回到你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那文学作家 他怎么样去 记录 作为这个媒介 他使用 怎么使用这个文字本身 作为媒介的 特性 然后去捕捉 外在环境的 这些声音呢 那这一点 我想我拿这个 所谓的自然书写来谈 我想最清楚不过的 呃 比如说大家都熟知了 这个吴明义的作品 吴明义他描写蝴 他要去捕捉 他用文字去捕捉 蝴蝶 拍斥的声音 当然对他来讲 文字好像 太过笨拙 或者太过沉重 没有办法去捕捉 蝶翼的轻盈 或者是迅捷 那当然是利有未来 所以文字 他就不只是说 在线或者是描写 他必须要用文字去 文字的这个内部的构成 去模拟 或者用各种特别的方式 去我说的记录 或者是传达 他想要传达的声音 那比如说 我们想鸟叫的声音 不管你用行声字 你声字 或者是用各种 不同的方式去形容 我们总是 文字总是要去描写 或者去捕捉鸟叫的声音 或者甚至是水流的声音 甚至是海浪的声音 等等 很多很多 这个在无名义的作品里面 特别是在 对于这个自然环境的书写里面 声音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元素 因为的确自然界中 我们听到充斥着 无数各种不同的声音 那自然主义 自然这个书写作家 他基本上就是要去捕捉这些声音 那我再举例过一个例子 比如说 大家也熟知的 这个夏曼南博安 那夏曼南博安呢 他尝试捕捉的就是 用文字去捕捉海浪的声音 还有渔情的声音 还有风的声音 各式各样的声音 水里面的声音 甚至是他们人声 你刚刚讲的 不只是一般的人声 而且是鼓调 他们这个在 从传承 从长老这边 传承下来这些鼓调的吟场 他都希望用一种文字 用文字特别的 这个组成的方式 去捕捉这些声音 所以我稍微聊了一下 就是说 按我们刚刚讲的 当我们讲文学的声音 或者我们面对文学 所谓的文学声音 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的确有必要去注意到 文学它作为一个媒介 它如何透过文字的符号 去捕捉或者重新组织 这些符号 然后去重构这些声音 或者事实上我讲 他要去把这些文字里面的声音 给释放出来 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 我们可以去谈谈说 到底这个作家 如何透过文字的重新组配 可以让声音 我想释放出来 我想这个乐文大概可以了解 可以猜想我在说什么 比如说我们在讲 你这个广东话 或者是粤语 或者是缅男话 或什么 我们看起来表面上写的是汉字 但是事实上我们是希望 把它内在 好像被它捆住了这些声音 把它释放出来 因为我们要去强调这些文字本身 它的声音 它的声音本身的物理性跟物理性 我想我大概就先谈到这边 好 谢谢老师 太好了 因为老师刚刚讲 已经有点讲到 接下来想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因为老师给出来的题目 是文学里的声音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 从声音反过来去推想 文学本身的作用 或者说文学本身的运作方式 其实老师刚刚已经有点提到 这样子的一个进入 然后另外就是 如果我们关注文学的声音 会不会让我们可以更拉近 我们跟文学 甚至说跟台湾之间的距离 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刚刚稍微做点铺排 基本上就希望能够进入到这个主题 为什么我们要去谈声音 我想最简单的回答就是说 当我们注意到文学中的声音 我们的确可以对文学 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 就是说我们去注意到文学在线 那些弱势的声音之外 如果我们回到这个文字作为载体 他文字符号本身的特性 的时候呢 我们会就注意到声音的重要性 我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可能乐文也非常熟悉的 就是我们目前兴起的 所谓的华语系的研究 就是所谓的Signophone Studies 那Signophone Studies我觉得 除了那些表面上的认同 或者跟随之外的问题 我觉得他最重要的一点 特别是那个施敬云老师 就是君苏他提出的这个 Sound and Script 就是这个声音跟这个文 或者文字之间的张力的问题 我们刚刚稍微提到的就是说 我们把台语写下来也好 或者我们想把粤语写下来 或者其他各式各样的语言 那我们写下来的时候呢 在这个义符里面 我们有声符 所以在这个符号 文字的符号里面呢 我们它马上展现出一种 声音跟文字之间的 一种没有办法去 去消除的一个张力 这是这个在Signophone Studies 特别去强调的 那当然我们讲这个 在书学符号上面 声音跟文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张力呢 它其实并不只是在文字 或者是文学上的 它其实牵涉到整个语言的 标准化的过程 或者说 背后更涉及整个历史的变迁 或者是地理的这个变幻 或者是说我们讲的更具体一点 是整个族群迁徙 或者是身份认同等等 一系列的问题 所以它关系的是 整个文化政治 地缘政治牵涉的这个文化政治 还有整个世界文学的问题 所以我想再次回应你的话 就是说我们从声音 的确回头去看文学的时候 它其实的确是至关重要的 而且我特别要讲 就是说语言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就在使用的 语言跟我们的历史 跟我们的社会一样 不断的共同在 不断的演闭演化当中 它是持续不断的 所以我们去了解语言 怎么样被使用 或者这个声音 怎么样在语言中被表记下来 我想这是非常贴近我们的生活 而且我们每天在实验 我们看到的海报 或者我们常常去变造 希望能够把声音保存下来 或者把声音给释放出来 所以我想就回应你的话说 其实是拉近了 我们跟台湾在地生活的 在地的一个生活之间的一个距离 我想语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间 谢谢老师 那文学的声音 当然我们知道作家都是天才 总是有意创造很多不同的 可能在线声音 记录声音的方式 但是我们也知道阅读 总是会有一些 可能是有一些意外发生 比如说我们读一个文学会 其实有一无意中找到一些杂音 我们应该要怎样看待这些杂音 有没有办法从这种杂音中 去开创另类的台湾想象 你这个问题呢 问得跟刚刚的一样好 就是说单单我会这样回答你 我觉得真正的文学 真正文学关注的恰恰是历史跟社会的杂音 那什么是杂音呢 我想杂音就是那些没有办法符合语言的规范 语言的文法规范 或者是这些话语的这些原则 或者是历史社会化 这些文化等等的价值判断等等 这些被秉除出去的 或者用我刚刚讲被忽略的 或者被压抑的这些就是所谓的杂音 那文学恰恰就是专注这些杂音 所以那些文学中弱势的声音 我们刚刚讲的 那些被忽略的 那些被压抑的 长久以来恰恰是正好是文学的主题 那台湾的情况更是特殊 台湾恰恰是透过这些所谓的杂音 来想象或者建构了台湾的一个主体 我想这是有趣的 就像我们刚刚在试 在录音之前试的这些 我们希望不要有杂音 我们其实要我们要的东西 所以我们无形当中 已经好像框了一个标准 然后把这些不符合这个标准的东西 给排除出去 或者把它压抑掉 那我想文学之所以跟历史地理课本不同 是因为它特别专注这些 我刚刚讲被忽略 或者被排除的这些声音 所以如果你认为那是杂音的话 我想对文学来讲 它专注的恰恰是这些被 社会文化所排除的杂音 比如说性别 通信念或者是等等之类的 它恰恰是正好被这些 所谓的异性恋体制排除的这些情感 所以我想我这样去理解杂音 来回应你的问题 谢谢老师 其实我们反过来就可以把杂音看成 其实反过来是我们文学的养分 说不定也是这样 所以如果把台湾 或者说把文学的声音 放在现境台湾社会里 那到底它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呢 因为尤其在台湾 我们刚刚老师也稍微提过 台湾是一个很复杂 很多族群走在一起的一个土地 那老师会期待 我们往前看的时候 这些声音也好 爪音也好 它其实可以起到怎么样的作用 好 我知道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沙龙 来谈这个问题 我也很开心能够受邀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想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特别是去提示文学中的声音 我想对我们对文学声音的关注呢 除了我刚刚一直提到了 就让我们去注意到这个社会上 或者文化内部 有各式各样多元的声音 特别是那些弱势的 被忽略的 或者讲得更具体一点 就是说没有办法进入到我们的规范 或者是价值体系的那些声音 文学让我们注意到 我们讲声音的时候 文学让我们注意到这些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也一直在强调的文学它本身 作为一个古老 而且一个记忆 或者是一个媒介 它本身的这个物质性 跟声音的物理性的本质 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那这一方面呢 它涉及文学表现的美学 或者伦理 或者是政治的问题 这一部分呢 在目前的这个文学研究当中 的确谈得比较少 那我想 我特别要去强调这些是因为 我们注意到它 那或许也可以开启 将来更多的研究 然后拓展整个文学的视野 特别从声音的这个视角 今天很感谢玉林老师分享 如何从文学听到台湾的多元声音 让我们翻转阅读 打开听觉感官 好好的感受在地的脉搏 我们下一集再见 感谢观看